在全球增长放缓和需求疲软的大环境下 我国1月份制造业活动连续5个月萎缩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49.8 电子业也出现萎缩情况 中国最大的购买市场 今年有很厉害的疫情领域 而这也影响了我们的制造业市场 由于新订单和库存的下降幅度较小 制造业的整体表现还是略胜于去年12月 设在玉朗岛的新能源储存系统正式启用 这个系统拥有800多个大型电池装置 和储存高达285兆瓦时的能源 这个系统的启用是个重大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提前达成2030年 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所设下的200兆瓦时能源储存目标